这款电容笔可以直接在iPad上充电了 一会儿就让它填充 呃 这吸附力这么强吗 之前的充电头是Type-C的 现在是这样的 而且还做了防丢的设计 充电的地方真的跟原装一样 你以为它只是长得一样吗 怎么可能 看到没有它真的在充电 它还配了一个专用的充电头 不用转换器的那种 选个工作室笔刷开始填充吧 画一个圆 填充 填出了个红色背景 现在开始画毛毛 我现在要画的是个显示帽 填充 再画两个耳朵 填充 再画毛毛 衣服上面也要画毛毛 刘海整起 填充 头发的涂层要在脸和脖子的下面 真不骗你们我三岁的时候 画的辫子就是这么画的 只是那个时候是在纸上画的 不能填充而已 画完四个小辫子就好了 这个地方再改一下 长这样的才是形式帽 再画眼睛 这些毛毛都是要分涂层的 然后眼睛填充填充 反正就是多找一些实物图片来参考 再画画按部阴影 也多一点点细节 现在要画帽子的两个小球球 输个刘海 然后眼睛鼻子嘴巴 腮红给它安排去 后来嘴巴又调小了 完工 收饼